当你或者你的家人被诊断幻想扩散 或者复发的硬症的时候 你和你的家人可能都会觉得担忧 悲伤,没有希望 很多患者和家人或者会觉得 治疗的道路好像永无止境一样 其实,随着医学和科学的进步 现在很多治疗的技术和药物都能够控制 或者减弹癌症的生长或者扩散的速度 更多患者能够与癌共存多年 并且维持良好的生活质素 当然,要长时期应付矿散或者复发的癌症 除了要面对身体的变化之外 患者和家属或者照顾者 在自我、家庭、工作和生活层面上 也会遇到不少挑战 他们需要认识如何调整生活 和提升自我管理的技巧 而研究显示 及早介入的支援关户服务 能够有助改善患者的症状 减低困扰和提升生活质素 香港大学赛马会癌症综合关户中心 建立为第三或四期的癌症患者 及他们家属而设的支援关户诊所 志在让参加者 了解如何在患癌期间提升和维持健康 学习症状管理技巧 培养适当的饮食和运动习惯 保持积极、有效管理生活和情绪 活出意义 学习与家人和医护人员 更紧密沟通和合作 支援关户诊所会提供一次性的 一站式整存健康评估和资深 会面当日 患者和照顾者将与我们的注册护士、营养师、体能训练专家和辅导员会面 整个过程大约两个小时 会面之后 参加者可以取得 度身订造的健康评估报告 方便患者和照顾者日后跟进 而本中心的专业团队 亦可以按个别参加者的需要提供额外跟进服务 例如个人咨询服务 或者小组认识的工作方便等 协助患者处理症状 改善情绪和生活方式 如果有需要 请致电脑我们的热线 了解更多 和预约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